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为怕犹太人 门户都关着 耶稣来了 站在中间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便把手和勒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见了主 便喜欢起来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就如父派遣了我 我也同样派遣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虚了一口气 说 你们领受圣神吧 你们赦免谁的罪 就给谁赦免 你们存留谁的 就给谁存留 上主的圣言 在他们里面 我跟各位同意 都在参照 一路爪 那一路 每次各样的 都在山上 伤路上